哎,你们听说了吗?天气热了起来,一大清早茶馆内已有不少人。听说什么?有人凑了上来,人们总是对八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我跟你们说,开头那人轻轻地在讲着什么,围在一旁听着的人表情一时间都十分唏嘘。这个我也知道。又有一人凑了过来,听说这回锦王府的世子殿下是挺认真地带了人回去,可谁能想到那苗江少年竟是锦王爷的私生子,真是要命啊。 那可不,另一人接到,这刺激的呀,锦王爷当场就傻眼了。那,后面怎么样了?又有好奇的人凑了过来,这个不知道。说话的人摇摇头,不过我知道更刺激的内幕,那人压低了嗓音。 听说世子殿下和那个锦王的私生子,他们两个已经,已经什么呀?你快说。听的人话听到一半极其难受,催着要听下半段。 就是那个,说话的人使了实眼色,你想世子殿下将那俊美少年安置在客栈那么久,日日去找他,还能做什么? 我天,造孽啊!听的人一下子捂住了嘴巴,防止自己叫出声来。 一夕之间,锦王府的世子殿下宠爱的那个苗江少年,竟是自己父亲的私生子。 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百姓明面上不敢议论,被地里已经传得人尽皆知。 锦王自锦王妃,走后十多年,未曾续闲,连个小妾都没有的好男人形象瞬间崩塌。 而锦王府世子,角角明珠,高岭之花的形象,也一下子降了下来。 爱上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弟弟,还有了肌肤之亲,实在是乱伦。 蓝湛整整三天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清楚地记得她解开了魏英的腰带,吻上了魏英娇嫩的唇,她的手划过魏英的每一寸肌肤。 她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竟然对着自己的亲弟弟做出了那种事情,蓝湛痛苦地闭上眼。 是魏英诱的她,她犯下了大错。 魏英回到了客栈,走上楼梯的时候,周围是不断地窃窃私语,隔着黑纱魏英充耳不闻地一步步沿着楼梯往上走。 魏英带着黑纱斗笠并不是怕见人,而是这就是她本来的面目,古诗多独来独往,为了避免麻烦,通常带黑色斗笠自动与生人隔开。 在苗疆,人们看到这样,打扮的人就知道多半是古诗,一般不会靠近,因为你不知道古诗会在哪个与你接触的瞬间对你下股。 魏英听了几日的满城议论,锦王父子的事已经人尽皆知,各种说法都有,就连自己的身世都有了好几个版本。 魏英笑了笑,可真是人言可畏啊。 魏英靠在椅子上,闭着眼,是时候了,实行最后一步,一切就都可以了结了。 蓝湛把自己关了几天后,走出了房门,他看着外面的光,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某一个人性或不性的遭遇而有任何的改变。 蓝湛慢慢地走出了锦王府,他不知道要去哪儿,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间他来到了魏英住的客栈。 蓝湛走了进去,周围的人面面相去。 魏英在楼梯转角看到了那个白色的身影,周围的人在蓝湛背后指指点点。 他怎么来了? 魏英停下来看着蓝湛,他现在出来不怕自己受不住吗? 随即魏英转过了身,他受不受得住与我合肝。 魏英听到了背后一步一步上楼梯的声音,他本能地感受到那是蓝湛。 魏英回过身,蓝湛正好抬眸对上了魏英的眼睛。 魏英看了看蓝湛,你确定你要上来? 魏英挑着周围看戏的人,这些人可都看着呢。 蓝湛扶了扶楼梯把手,笑道,不是都知道了吗? 看一看又何妨? 蓝湛回头平静地环视着周围的看客, 底下的人看到蓝湛平静无蓝的眼神反倒是怯了,纷纷散开。 魏英,我问你,蓝湛看着那张脸还是恨不起来, 有没有一刻对我动心过? 话说出口,蓝湛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傻, 但话就这么冒出来了,他也控制不住。 魏英沉着眸子,半晌道,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吗? 魏英冷着脸就要走。 魏英,蓝湛伸手就要去拉魏英, 在蓝湛的手就要触碰到魏英的手掌时, 魏英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 别碰我。 魏英把手似闪电斑,迅速地放到了背后。 蓝湛看到魏英连碰都不让自己碰, 明显地对自己厌恶至极, 蓝湛放下了要去拉魏英的手。 是啊,自己真傻, 魏英本就是为了复仇才接近他的。 他还在幻想什么呢? 蓝湛默默地走开了。 魏英关上了房门, 窗户外透亮的光线照得魏英的手掌有层薄薄的毛绒, 魏英的手上沾有粉末,极细, 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那是鼓,他本来要下在蓝湛身上, 再经由蓝湛传给锦王。 到时候,他们父子二人聚会因为中骨而癫狂致死。 外人只会以为他们父子二人受不了亲子乱伦声名狼藉的刺激而崩溃发狂致死, 不会有人怀疑是中了骨。 一切都很顺利,甚至他都没有去找蓝湛,蓝湛自己送上了门。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自己抽回了手? 魏英的眉头紧紧地猝起,无力地靠在门颜上。 不该这样,他们当年口口声声说苗鼓,就该让他们尝尝真正鼓的滋味。 蓝湛回到了锦王府,神情落寞。 旺姬,你去了哪儿? 锦王看到蓝湛从外面回来稍稍放了心,刚刚在府里找了一圈眉人,他怕蓝湛做傻事。 我,我出去走了走。 蓝湛的目光低垂着。 旺姬,这是都怨爹,不怨你。 锦王拍着蓝湛的肩膀,是我对不起他们母子,那孩子来报仇也是应该的,只是连累了你。 锦王看着默不作声的蓝湛,孩子,我知道这很难,但试着把这件事忘了吧。 那个孩子,我不会接入府内,锦王对蓝湛语重心尝道,锦王府还是只有你一个世子,将来锦王府还要靠你撑起来。 父亲,蓝湛抬起头来,那对他,岂不是不公平? 锦王微微地叹了口气,父亲也是没办法。 若把他接入府中,你们两个,互相要如何面对? 蓝湛钻了钻手心。 那个孩子,我会想其他的办法弥补他。 卫英长得太像珍珍了,锦王有种骤然寻回心爱之物,但不知如何爱惜,才能互助得无错感。 蓝湛开始试着把卫英忘记,他白天给自己找许多事做,但一到晚上在睡梦中,他会不断地梦到卫英。 而且,让蓝湛难以启齿的,是他梦得最多的适合卫英的那一次。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在梦里卫英给他的欢愉是那么的刻骨铭心,他就像贪恋镇酒一样对卫英上了瘾。 蓝湛觉得自己很无耻,自己的内心竟然在暗暗地渴求和卫英在身体上的欢愉。 蓝湛压抑着这种不该有的想法,但越压抑,他对卫英的渴求就越强烈。 有的时候,他甚至在想,卫英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又如何,他就不管不顾地与卫英在一起了。 又能怎样?蓝湛被自己可怕的想法吓到了,他必须让自己清醒过来。 蓝湛想了一个办法,每当他想起卫英的时候,他就在手臂内侧用小刀片划上一刀,手臂上的藤能让他清醒。 这日,蓝湛又拿出小刀片在自己手臂上划了一刀,松嬷嬷进房来,正好撞见。 柿子殿下,您这是做什么?松嬷嬷见蓝湛用刀片划自己的手臂吓坏了。 嬷嬷,没什么?蓝湛连忙捋下了袖子,掩住伤口。 柿子殿下,松嬷嬷走上前,一把拉开了蓝湛的袖子,手臂上赫然是几道鲜红的划痕。 柿子殿下,您,松嬷嬷看着蓝湛手臂上的划痕心疼不已,王妃走得早。 这孩子算是自己一手带大的,论感情,柿子就跟他自己的孩子一般亲。 嬷嬷,你放心,我不是要自寻短见。 蓝湛慢慢地放下了袖子,我只是蓝湛垂了垂眸,不知该如何开口。 柿子殿下,不管什么事,您都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苏嬷嬷痛心不已。 嬷嬷,蓝湛看着苏嬷嬷眼里的心疼,他才发现苏嬷嬷两鬓的头发都已经发白了。 蓝湛突然很心酸,嬷嬷,从小到大就您最疼我了,父王他毕竟忙,您陪我的时间是最长的。 蓝湛像小时候那样握住了苏嬷嬷的手。 嬷嬷嬷,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忘不了他。 蓝湛低垂着目光,您知道吗? 我竟然,竟然有那种想法。 我,蓝湛攥紧了手,我甚至在想同父异母又如何。 我,我是不是疯了? 世子殿下,苏嬷嬷了吕蓝湛,额前碎发,孩子,慢慢来,会好的。 不,嬷嬷,蓝湛痛苦地摇了摇头,我是过了,我拼命地压,我做不到。 所以我没法止财,蓝湛看了看自己的手臂。 世子殿下,您,您是因为这个财。 苏嬷嬷没想到蓝湛为了那苗疆少年,竟困扰至此,不惜自残。 苏嬷嬷抓了抓手,眼神有些飘忽不定,世子殿下,您真的那么喜欢那位苗疆少年。 蓝湛点了点头,随后微微地笑了笑,可是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啊,蓝湛难难道, 蓝湛你说,我为什么是他哥哥呢? 我要不是该多好,蓝湛的表情十分哀伤,微垂着头,仿似一只悲戚的大雁。 苏嬷嬷没想过以前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会变成这副模样, 她的心很挣扎,有一个秘密在她心里很多年了, 本来是要带进棺材和她一起永远被掩盖的。 但现在,她在犹豫要不要把它说出来。 世子殿下,你们,你们其实是可以在一起的。 苏嬷嬷不忍蓝湛如此折磨自己。 什么? 蓝湛听到了苏嬷嬷的话,心里燃起了希望, 但她不确定苏嬷嬷是不是只是在安慰自己。 你们,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苏嬷嬷嬷终于把心底的秘密说了出来。 嬷嬷你说什么? 蓝湛不敢相信。 世子殿下,其实,其实您不是王爷的孩子。 苏嬷嬷低着头,攥紧了手。 我不是父王的孩子。 蓝湛的心乱成了一团,顿了顿倒,那我是母妃和,和,其他人的。 苏嬷嬷沉吟了片刻,您,也不是王妃的孩子。 蓝湛呆愣住了,母妃生前对自己那么疼爱,自己不是她的亲生孩子。 世子殿下,当年王妃娘娘被诊出世喜脉,十分喜悦之下,便立即通知了王爷。 但王妃娘娘第二天就来了月信,原是那大夫误诊了。 此时王爷得知,王妃有了身孕回了王府,王妃一时不知该如何对王爷说。 苏嬷嬷继续讲道,那个时候王爷多与那名苗江女子在一起,已经大半个月都没回王府。 此次是得知王妃有孕才回来的,王爷回来后对王妃呵护备致,王妃就更加开不了口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正当王妃犹豫要不要跟王爷谎称孩子掉了时,传来了那苗江女子有孕的消息。 王妃急了,害怕失去王爷,便只得一桩到底。 那我,蓝湛没想到当年是这样的情景,我是怎么来的? 世子殿下,您是王妃从府外报来的。 苏嬷嬷嬷了低头,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当时就跟卖孩子的人谈好事一刀断,交易的时候双方都没有透露自己的信息。 所以,您具体来自何处,亲生父母是何人,我们一概不知。